就人生就是這樣嘛 計畫趕不上變化不然想怎樣 就是這樣順著陸陣的感覺走吧 要拍就拍 就保護好自己 到時候他想跟你怎樣 藝人搶牆日前出席彩妝品牌活動 擔任一日店長 對於酷炫近期捲入涉嫌偷拍 新愛片風波搶牆力挺好友 替他還家 我自己對酷炫 我是覺得他是一個還蠻好的人 因為我們合作很多次 他還幫助我很多 給我人上很多的一些建議 或是協助我的公司 所以我希望就是 是酷炫能夠過 這週刊他一定能夠走過的 對啊 但是不管怎麼樣 不管這些事被污蔑或怎麼樣 我覺得勇於會站出來 還自己清白 或是勇於帶出來解釋 談到拍攝新愛片 搶牆提到年輕時 丞翰過往的男友拍過海雲慈悲威脅 我覺得因為我過去的經驗 太多事情發生 然後說要分手都拿這些威脅我 就人生就是這樣嘛 計畫趕不上變化不想怎樣 就是這樣順著陸陣的感覺走吧 要拍就拍 就是保護好自己 到時候他想跟你怎樣 你加進口氣 所以華局是又弄到警察局去 我就是要把東西全部毀滅啊 因為法官人跟我說 他要看 證明說有在裡面 我不好意思 抗屁啊 我全部消滅了 我看著看著看著看 還讓我們所有人都觀看喔 沒問題 我靠我自己的能力 20歲了 我都上法院了啊 我整台電腦都被我爆出來 把他拿斧頭砍掉了啊 整台手機也被我全部弄掉了啊 然後所以他才會告我什麼偷竊嘛 吊虎離山之際 跟他說要騙到外面去 然後趕快叫手機上去開門 把東西全部拿出來 裡面電腦都被我清空重灌 然後呢 手機被我砸爛了 我不會說什麼 靠警察啊 靠法官啊 幫幫助我 但那都太慢了 我都是靠我自己啦 我一一口氣 我直接全部 一到倒極的張羅 所有的 所有的盤順所有的計畫 我衝了 那你沒有讓這個男人找一男人 對啊 你本來不怕沒有男人追好嗎 我也 我從來也不會沒有男人追 就拿一大把的 但是呢 那一大把 從哪裡去篩選出來 或是從哪裡去 找到自己真的真心喜歡的 我覺得那個是每個女人的客體啦 對於愛這種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個緣分啦 是你的就你的 不是你的 你長求 你都沒有用 所以就是 自己做好自己比較重要啦